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2020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年 今天会请到好朋友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资深 而且非常有理想化的教育工作 那么跟大家来聊一聊 2020他怎么跟孩子来谈防疫这件事情 然后108课刚上路了 到底对我们孩子的教育会有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 先欢迎一下我们宜兰惠登高级中学的校长 吴松熙吴校长 校长好 主持人韵芬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久不见 看到韵芬就很开心 非常乐观 对我看到校长也是啊 不过说实在今年2020真的是拍你当 对所以我们要很安稳的度过 那在这个这一年当中啊 有没有跟孩子啊 来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教育啊 因为像什么公共卫生这个很重要 然后看到疫情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做一个自己的照顾跟对别人的关怀 我觉得这都很重要哎 对我们这次的疫情从去年的寒假辅导开始 那时候就有一点点症状 对 那在我们校长群组里面没有学校敢停课 停辅导课 那我就想也是很孤单的自己做决定 我想那个有有点风险的话 我们就还是不要没有上辅导课没关系 所以我是第一个给他停掉辅导课 没想到停了一个礼拜以后 教育部发现很严重又停两个礼拜 所以这两个措施对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好的措施 能够让我们台湾能够安全度过 这就是超前部署了 所以教育部超前部署 我们还比那超超前部署 超超前 对对 那再来的话 防疫当然就勤洗手 这些卫教一定要跟学生教 那一定要落实 但是当时很乱的时候 要买防疫用品非常的困难 对很紧张啊 对很紧张 还好我以前已经有库存十万片的口罩 你有库存啊 对因为每一年都冬天都会一些流感嘛 我们只要学生有感冒多 我们就送给他口罩 所以库存了十万片就比较安全 但是额温枪就很难抢啊 额温枪还有那个热险巷鱼 热险巷鱼是整个 只要人进来他就有发烧可以辨许 对对 所以我透过各种管道很幸运的 买到四支热险巷鱼 那七十支的额温枪 哇 所以 你人卖不错了 运气很好 所以每个班的导师就发一支额温枪 每天早上七点半就要量额温 那警卫室也有额温枪 只要来宾来一定要量 那再来的话就是餐厅 餐厅我们分三个入口 每天早上晚上都要量体温 所以就这样 大家很用心 很仔细 很小心的能够度过这个疫情的难关 对你知道为什么特别要问你啊 因为我去学校参观过 就是学生都要住在学校 然后在学校吃 所以其实群聚真的是蛮明显的 这个管理就更重要了 对 所以我们进餐厅的话是一律戴口罩 那用餐的时候才拿下来 不准谈话 不准谈话 那宿舍的窗户都打开 所以 夏天的话 开冷气 窗户对角还是打开 让他能够通风 多耗一点电没关系 但是安全第一 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防疫上面也做得很落实 另外学生坐游览车 或是坐专列火车 这次专列火车又出新闻 坐专列火车也都要戴口罩 而且像这次专列火车停调 就是我们看到瑞芳那边断调 我们就马上紧急调派 在游览车 每一站就是包括南港 松山台北车站 北上的通通坐游览车 送达地点 那回校的时候也是在定点集合 派老师去接他们回来 坐游览车回来 那这个礼拜也是要做 要两个礼拜 那花蓮 这都要紧急调度啊 赶快处理啊 那花蓮的还派老师去 花蓮车站集合他们 坐车回来 我们还有台东的 还有台东的 台东那个阿嬷很好玩 阿祖 阿祖了 他来报到那天我刚才看到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阿祖 阿祖是坐车轮椅 他说 哦 听说这个好好的 小孩一定要来打 这是我们超级粉丝 对有很多人去念会灯的话 都是冲着校长去的 哦 应该冲着会灯办得很好 对啊 我还有一个邻居啊 就跟我说 会灯不错啊 校长是我学长哦 还有我这几年 以前我教过的学生 小孩子送过来 大概有十几个 一般我叫学生不能叫阿公 但是我学生孩子 我就想你可以叫阿公 没关系 因为是你的同学 对 学生的孩子 学生的孩子 对 那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 因为像今年 其实受疫情的影响 对 就是在 我觉得现在有好一点 不过在上半年的时候 很紧张 很紧张 然后呢 只要我们不小心渴一下 哦 那个外界看你那个眼神 好像就是很嫌悟你啊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也变得很焦虑跟很紧张 对 这个在学生当中也会吗 应该不会 因为我们学生说真的 住在一起 大家感情也都很好 但是就是防疫工作 一定要做得好 对 只要有发烧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隔离教室 在隔离教室那边 等家长来接回 那在等待的时候 假如刚好是碰到用餐的时间 我们的护理师 就会送餐给他吃 照顾他 给他水喝这样 就给他单独给他送餐 对 单独在一间教室里面隔离 也不能在保健师 因为保健师会有其他同学 所以我们弄这间空的教室 对啊 我就一直认为 就是2020赶快过去吧 对 真的是 我快要觉得 压力真的是太大了 对 然后有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 我想 对于校长的超超前部署 还有学生的一个管理 都让大家觉得很放心 对 那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说惠登 当然有很多人已经认识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并不熟悉了 就是教育理念跟教学的理念 是不是请校长也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惠登办学其实我们的教育理念是秉承的创办人林中胜董事长 他以先教做人再追求学问这个理想 那事实上确实就很重要的一个品格教育 那我们又是住宿学校每天大家在一起团体生活 互助合作这个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的学生 因为有去常观过 对 都很有礼貌 每次看到 走过去的话 学生都会说 校长好 来变好 人家认识校长这不奇怪 对不对 但你都认识学生这也很奇怪 都是孩子 几乎很多孩子我都叫得出名字 对啊 这是我觉得最惊讶的一件事情 某某人你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还有一个说 校长来逗牛啊 你就说好 等我 逗牛 营校长的我要请他喝饮料 啊真的啊 输给校长要去跑操场 所以你常常看到学生在那边跑操场 就是露出了 哎呦校长很强哦 没有啦 就是 外线比较准的 大概 投篮的话 罚球线十个球可以进六七个球 那你很厉害呀 你常常在偷练吗 偶而练一下就会进了 跟学生PK打拔去实弹射击也是一样 五个子弹我都打在红心里面 哦 哦 怎么会有听到那个那个学生讲说 哦 校长自己列一个校长杯 那当然只有校长可以得奖啊 对对 路跑 我们每一年都有六公里的路跑比赛 嗯 那我后来发现 哇都是年轻的老师在跑 那我跟年轻的老师跑得比较吃亏啊 所以我那年就在集合要出发前 我说今天设一个校长杯 大家同不同意 他们说同意 哈哈哈哈 那我跑回来 六公里差不多跑三十来分钟 也算快了 哦也算快了六公里哦 因为有爬坡在下坡 所以自己颁奖 给自己 校长 校长第一名 连学生都知道这件事情 对对对 我也觉得真的很有趣 哎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分享一下 我觉得多元学习很重要了 这一点校长怎么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校长真的是一个非常有 这个教育热忱的校长了 不过我们接下来跟校长来聊一聊了 在108课纲当中有多元的这个发展啊 有这个素养的一个培养啦 那校长你本身就是我们讲的学院派的师范的出来的 对不对 对对 那可是经历过这么多年 不管教改啦 或到现在新的一个课纲啊 其实冲击蛮大的 那有很多的家长其实也很难适应 因为素养最难教 你怎么看待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然后你又觉得怎么样能够培养孩子的素养 怎么样来面对这108课纲啊 因为我经历过很多次的教改 对 那每一次的教改 我的一个理念就是 教改一定会有很多的改变 那家长只要关心就好 不要焦虑 因为很多教改弄到最后都是家长学生都很焦虑 那我们是从校长跟老师努力来抓这个方向 包括以前的基策 什么会考 多元入学 还有大学的那个申请入学等等这些改变 对 那我都带着老师的团队来做研究 抓这个方向 那今年108课纲的话就更改变的更大 等于要打破重来的 而且他还有很多的缺失 里面还有很多要衔接的地方 所以去年的暑假开学以前 我就召集所有高一 新高一的任课老师 一起讨论课纲的一个方向 希望每个老师都能够研习去抓 这个课纲的重点 另外还有 有些漏的 比如说旧课纲里面生物 那他为了弄一个什么 必修选修还有自属学习 变成很多课都不够 所以像生物的话 他是把旧的课纲里面 拿掉一部分就变成新的课纲 那倒是 但是到时候可能大学的学生也会考试的 所以我们老师就会利用时间去做补强 因为很重要就是做实验 所以生物物理化学实验一定要做 你只要说用讲述了这样就不行 那我们每两个月会找老师再来讨论 看进行的是不是顺利 有什么需要 所以我们是用一个团队 用团队来辅导学生这个新的课纲 那教学教法 甚至我们的命题 素养的话也是牵涉到命题 命题的话当然素养的题目的话是又更长了 所以阅读能力也很重要 阅读也要加进来 那这个素养导向的话又 很重要是说 学习的历程很重要嘛 就让学生能够比较独立自主的学习啊 或思考判断 这些的学习方式 不能用传统的背诵方式 这种教学方式老师要跟着改变 那学生只要让听从老师的指导 他就可以很顺利的走上轨道 另外我们的高一 像高二这一届 那当时教育部有 有那个新的素养命题的一个模拟测验 我们全校的学生都让他去做一次 那了解这个导向是怎么样 那现在每次断考的题目 我们都是以这个方向来做一个素养的 导向的一个练习 学习历程档案是很虐待人的啊 要是老师没有盯着学生的话 你这个学习历程档案 你重要的学习心得啊 或是你有比赛的什么项目 比如说你拿到全国第一名 那你没有填进去的话 以后不能回溯再来填 所以我就盯着每个老师 要盯着学生上传 要盯着用上传 而且上传时间结束以后 以前要看每一个学生 有没有上传 那你别的学校可能没办法做到这样 对啦 那我们学生至少这样不会吃亏了 那老师的负担也蛮重的 对啊对啊 教学上面对不对 要去补齐很多 然后学生这些 比较自主管理的还要盯一下 对还是要盯啦 因为毕竟是学生 有时候会放点就吃亏了 对啊 对对 那我们的学生都还蛮好 都因为都很配合 那因为我们在课程设计方面 以前有好几年国中部有推那个 潜能开发的课程 就是比较活泼的体验这些课程 所以有这些经验以后 我们再run新的课程就很顺利 那从哪边可以看得出来说 学生对我们很有信心 从直升 因为国中毕业生 到升高中 他们有很多的选择 像我高二世纪就是 108课纲的第一届 考上建中北云女的 有10个留下来 考上前三志愿女 有20个留下来 哇他考上北云女建中 他还是留下来念高中 对啊 在我们这边练的话以后考大学 往年的经验都是这样啊 留下来的学生考大学都比出去外面的考了好很多 有啊我看到报纸了耶 就是说你们考上的像什么台大电机啊 什么都很多啊 还有医学系全力打的去年两个都上 对对对 医学系现在非常的竞争 在第二阶段 那因为一般成绩好的学生 考一学系的 他们的背审资料 不会那么丰富 那我们的学生 我不可能要死读书了 就是也要玩 社团也玩得很丰富 然后去国外 比如说 呃台北 柬埔寨 你们有做那个志工 志工国际志工 对 对 花钱去做苦工 他们都高兴 我整个都秒杀了 都爆满了 还要 还要征选 及格 还要训练才能去 花钱去做苦工 对对对 做苦工 嗯 因为那时候做志工 其实我觉得志工很好 很好啊 嗯 我们已经推了差不多七八年了 嗯 那他们去做海外这些国际志工 大概是做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呢 呃台北那边的话 就是教他们小朋友做 那个教中文 因为他们那么有 有在学中文 对对 还有帮他们油漆啊 整理教室 那尼泊尔是盖房子 嗯 他盖房子 他比如说一个团队设计好 那我们这一团去可能十天就盖某一部分 后面的别家别团的去再继续盖上去这样 哦 来协力接力来盖完成盖房子 哦 哎 可是像今年大概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出国去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因应的新的措施 啊 哈哈哈哈哈哈 今年已经要到台东部落里面去做服务学习 哦也很好啊 也很好啊 对对 也很好啊 了解更了解台湾啊 对对对很好啊 甚至可以搞不好回来以后 我会多说几句那个原住民的语言 哈哈哈哈哈哈 对因为之前是去太北嘛柬埔寨嘛 你刚讲了 那今年疫情不能出国的话 就到比较偏远的部落去服务 对对 那也是一样做教学吗 诶 去的话会教学克服啦 克服啦 因为他们终于已经会了嘛 对对对 不用教终就给他克服 嗯 啊或是带活动 哎小孩教小孩呢 我们的学生程度很好啊 高中去了有些说五亚加加了 哎哟 哎哟 那个比大学生还厉害啊 哎哟 哈哈哈哈 我又说小孩教小孩呢 对啊 我们那五亚加加的人很强的 像去年有九个五亚加加嘛 五亚加加 对啊 每科都级无满分的 对啊 对啊 而且他们都很热衷服务啊 嗯 都很都很强 所以放心 不会交错 哈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小孩教小孩也很好哎 对啊 他们有共同的语言 对那共同语言更好 可以互相的陪伴一下 对 嗯 所以我们自己学校也是一样 那个每年大学繁星计划出来以后 已经考上大学的同学 就安排他们晚上呢 晚自习辅导学弟学妹的课业 数学啊或自然课 是哦 对对啊 他们都很愿意啊 他们是呃 自愿回来的吗 还是被你遵调的 校长规定 在校内的 嗯 那就征求自愿的啊 哦 哦 还有隔壁有一个同乐国小 他们的路跑会邀我们去啊 我外外都带 二十几个那个考上大学了 嗯 呃陪着他们去跑 后来跟小朋友讲 你们跑不动的话 可以找哥哥姐姐背 结果后来回来 发现有一个背了三个 哈 原来是台大的那一个 嗯 我说哇你们小朋友那么厉害 都都还会知道要找台大的 哈哈哈 哎背三个也太辛苦了啦 哈哈哈哈 这哥哥应该很强壮才是 我这哥哥应该很强壮才是 很强壮对对对对对 我们待会来聊一聊啊 其实你们还蛮重视多元学习的 除了海外志工之外呢 其实有一些像游泳啦篮球啊 都还蛮在乎的 那我们待会儿来分享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这里是I like Radio 中央流星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是宜兰惠登高级中学的校长 吴松熙吴校长 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其实惠登中学 真的我觉得很漂亮 真的是在风景非常秀丽的地方 然后我去看了之后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除了风景之外 我觉得最棒的风景 就可以看到校长老师 跟学生的互动 每一个学生的名字都叫得出来 而且他们学生超有礼貌的 校长好来宾好 我就变来宾好 来宾好 有时候会跟你讲贵宾哦 真的啊 还好没叫阿嬷好阿姨好 那我们刚刚有聊过 就是有聊了一下嘛 就是您的教学的理念 然后还有创办人 治校的一个想法 那我们也聊到就是有开拓孩子的国际视野 所以让他们去做国际志工 今年不能出国 那也到偏远的部落 去做一些课后辅导的工作 也是我知道在学校的环境跟设备都很棒 然后你们也很鼓励多元的学习啊 我每次都听你讲说什么赛跑的啦篮球的啦游泳的啦美术的好像每一样你们学校都很了不起啊 这是怎么样 都很厉害 都很厉害 我就说嘛 是真的吗 其实家长当然送到会等来他除了说我们对教孩子教的品格方面教的很好以外 也很重视成绩 那这个成绩的话我们是建立在说很快乐学习 那成绩很好 所以每年台青教还有医学系都有很多同学 像去年的话国立大学就上了60个 所以这个成绩我们一定也要达到他的标准 但是平常学习的过程要让他很快乐 所以我们的社团课我绝对不准被借用上国营述 哦真的啊以前艺能科也不能借用 哎呦拜托你知道吗我老师我现在不在学画画 我老师问我说你以前都没学过了啦 那我就跟他说老师 以前都要上课 以前都要上课 以前都要上课啊 都上国文英文啊数学啊 我们艺能科绝对不能借用 但是国营述可以借用 因为我们在办运动会的时候都会借用到国营述 国营述老师你晚上再想办法去体育优先 我们的社团呢非常蓬勃有五十几个社团 包括运动的艺能的音乐美术都有 那我们游泳队其实也是社团 一个礼拜我们没有用试 一个礼拜出去游两次一次游两个小时 但是每次游泳比赛我们都给他拿一半以上的金牌 所以回来我都要请他们吃饭 一半以上金牌哦 他们拿到金牌校长要请吃饭 对啊 还有校长常在请客哎 对啊对啊 这个只要学生表现好就要请客 之前还有一个杜月城游泳队 拿了六年拿了二十五面金牌 我的天啊 考上台北医学院的医学系 哇 一个密后宣密后德他们龙凤胎啊 那密后宣也是考上台大机械系 他也拿了这25面金牌 天啊 这很厉害 运动啊像我们篮球队也是很厉害 也是用头脑打球 你们那个篮球队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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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篮球场很漂亮啊 对对对 巨蛋啊巨蛋就是风雨操场有三桌半篮球场那么大 嗯 所以 他有盖子的啊 有啊对对对不会不会淋到雨的 不会淋雨啊 所以这个女女孩子一定要让他运动啊 那我们好天气就要300公尺的操场运动啊 嗯 下雨天就可以到巨蛋里面运动 所以运动量很够 哦 也比较不会忧郁啊 哦对啊对啊 而且小孩说实在真的要让他把体能 一定要动 就把他那种那种体能要把他耗尽啊篮球队的话 我们也是社团啊 也是拿到第一名 怎么这么厉害啦 连续三年全线的第一名 那他们都是 每天只有练一个小时 啊要比赛前再加练一下而已 嗯 所以很厉害 甚至因为他们 后来 呃 有这个体育的 数科的成绩 可以考上四大体育系啦 或是 国立大学体育系 多很多的一些 呃出入 对嗯 那 美术 音乐的话这次 我拿到第一名 啊美术也有啊 那美术也常常不小心就拿到 不小心 第一名 哈哈哈哈 我常常不小心就拿到第一名 哈哈哈哈 今天有一个 田径也拿了四面金牌 我们宜蘭那边常下雨哦 田径是比较吃亏 比较难练的啊 但是我们学生也是很有效率的 只要一好天就要练 下雨天就在巨蛋里面去练体能这样 那这是有一个王怡翔哦 哇你名字都会记得 超帅的 一千五百公尺第一名跑跑起来 哦很漂亮很帅 嗯 啊还有 16J也是也是第一名 嗯 一千五百公尺 天啊 嗯 所以各方面都都很很棒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你们很重视课业啦 嗯 然后另外就是多元的学习啊 运动类啦 美术类音乐类啊 还有我刚讲了就是啊 志工的服务啊 我觉得你要能够奉献自己 对 然后学习对啊 不管对同财的孩子付出 对社会的付出 这都很重要啊 那另外就是啊 当然有很多人会提到啦 就是到底要怎么去 慧登来念书啊 因为我自己 我弟弟的小孩就念慧登 所以我对慧登并不陌生啊 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啊 会念书的孩子很多 但我觉得校长当时给我的一句话 我觉得也也很重要 我跟他说 哎我弟弟小孩不大会念书 你说没关系 先做人再来追求学问 对对 我觉得品性先教好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有改变哦 有有有有有 真的有真的有 那我们的国一 我们是国中高中啦 国一的入学的话 现在就可以拿 五下的程序单来申请 啊申请通过的话就可以入学 哦可以拿成绩单来申请啊 对我们现在两个管道 这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方法 以前不是都要科学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要领奖学金的话 嗯 要考前几名的话 在前五名的话 大概有三十万奖学金嘛 那在明年的三月二十号 台北市台北这边的话 在台北市的中正国中 有考场才能试探 考国英术 那学校本 还要考试哦 要考国英术 很简单的测验啦 就是要让他们领 所以是两个选一吗 就是说要不然就是拿 两个都可以 就是说五下或六上的成绩单嘛 两个折优 两个折优 然后考试也可以 不考试也可以 要考试的话也可以这样 哦两个都可以 然后两个折优 看是哪一个 对对 那还有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们今年寒假 1月26、27这两天 有一个趣味科学营 我们已经办了六七年 非常的精彩 大概六七十个学生 很快就爆满 那我们服务的同学 老师的话是分站 设一些关卡 让学生去闯关 那我们自己的高中生 有六七十个志工等一个服务一个 他们都是一些成绩非常好的同学 哦科学营啊 他们自己设计活动 对 那只有你们学校 国小五六年级就可以报名 哦 对 嗯 所以外校生也可以报名 都可以 全国都可以来报名 嗯 然后有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带他们 对带他们 嗯 两天晚上还有晚会 两天一夜 结束以后 都抱着一起痛哭 感觉就很好 哈哈哈哈 抱在一起痛哭啊 我们学生很厉害 哈哈哈哈 我觉得开心学习啊 对啊 可见他们是真爱啊 对啊 不然就不会是舍不得才会哭嘛 对啊 很舍不得 有些就想说能不能再继续搬下去 哦 不需要这两天 哦 就这两天哦 给他体验 哦 那可以要好好的把握一下 赶快上午报名 好好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惠登的校长 吴松熙吴校长 跟我们做这么愉快的一个分享了 谢谢校长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ik like no radio 你